好多后从这里滑下去 这是整个采尔玛侧 我认为最美的花园路线 前面可以看到冰川的太阳 现在前面是Montrosa冰川上面 Montrosa群山留下来的 对面就是Montrosa 咱们从这里可以滑到高的山头 也可以滑到采尔玛侧小镇 往前面走可以一直看到 面对马头洪峰滑雪 这是整个采尔玛侧 我认为最美最壮观一条路线 而且马头洪峰在这里样子 太美了 最经典的马头洪峰三角形的样子 而且还不是一个完全正的三角 有一点三角直上每个弓回来的 从这里下去给 这条路线的马头洪峰 然后咱们这一条路只能往前走 既可以从另一个山口上的洪峰 也可以往高的卡路线的山口走 从这里马上可以看到凯尔玛侧 可以看到马头洪峰了 看前面的洪川 还有这个雪山 前面的湖月潘里这个雪山 非常适合freeride 马上也可以看到马头洪峰了 坐在前面 这里壮观处境 面对冰川的海洋 哦 转过去就可以看到马头洪峰了 哦 马头洪峰要出现了 马头洪峰哎 现在开始有了马头洪峰 这条路从现在开始是面对着马头洪峰滑雪 看这个角度 看马头洪峰 是不是大家看到最经典的影响 大三角形的顶上有一个往回钩的样子 这和踩上马射角片里看的是一样的 在Gordon Cross的山头 看到马头洪峰是一个非常正的干净 然后在马头洪峰冰川 在小马头洪峰冰川 看到了马头洪峰就没有什么撞掉了 马头洪峰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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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石 又从马头洪峰冰川 他们喝到另外山 topics 这样相关的感觉 坐过zug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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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飞开里可以去高的卡的山头